莫茨好 我想要请问 在还没有开悟之前 要怎么样像你刚刚说的 都已经带来的东西 天赋 然后这样之类的 要怎么样真正地把它 完完全全淋漓尽致地 把它用出来 因为很多人 也不知道自己的天赋 那有的人知道天赋 也不知道怎么有 然后要怎么样好好的去善用它 然后去玩这个故事 谢谢 天赋 我比较喜欢吃天妇罗 天赋这种东西 其实跟你的兴趣 有很大的关系 你通常很喜爱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对你来说 就会有很大的天赋 所以其实很单纯 你如果一件很讨厌的事 你不会在那件事上面 有很强大的天赋 通常是你会开发出那个天赋 是你无意中 你去享受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 你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所以你就能够知道 能够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 所以重点是你多多去接触 多多去尝试你生活中 你喜爱的事物 你喜爱 你喜欢打篮球你就去打篮球 你喜欢跳舞就去跳舞 你喜欢任何的活动你都可以去尝试 然后从那个活动当中 你会感受到你的能量是被激发的 是被爆发的 你会有一股冲劲出来 你会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会有很大的能量爆发 那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就是最大的天赋 所以在登出开悟之前 要自己知道天赋的话 就多去尝试各种类型 任何的活动 多去感受 你感受哪一个事情 给你很大的能量 那个事情 你就会有很大的天赋 你通常会做得很好 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